大家好 我是黄埔国安分局 交警支队民警黄俊 很高兴这次能有机会 参加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的录制 我会在台上 把我们工作当中 有趣的事 好玩的事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看到一个 不一样的交情 哎呦我天呐 一身正气 黄俊太帅了 谁不想看一个 人民警察 抢脱口秀的 人民警察没有在趴的 加油 下面一位 是我在街上认识的朋友 邀庆 太帅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黄俊 这个 整理一下 警融风计 大家身份证都带了吗 这个 我听说啊 今天所有这个选手的服装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是自己提供的 首先呢 这个各位 脱口秀大会的演员 这个 你们看到我真的不用这么紧张 刚刚我呢 我也是一个一个和他们解释啊 我今天不是来抓人的 大家可以放心 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上海市公安局 黄埔分局交警支队的一名交警 听说啊 很多专业的脱口秀演员 为了上这个节目都要挤破脑袋 我呢 没说过脱口秀 是李淡老师他邀请我来的 这个 我说 我可是有正经工作的 来上个一期就不错了 还上个几期 我说谁稀罕呢 对 你们稀罕 我上班的地方呢 这个大家肯定都很熟悉了 就是我们的外滩 外滩呢 大家都知道 每天的游客都非常非常的多 我记得我第一天上岗的时候 非常的不适应 因为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的主要职责 竟然是被游客问路 什么中国银行在哪里 人民英雄纪念塔在哪里 黄埔公园在哪里 还有个游客过来问我 上海第一家汉堡店开在哪里 我怎么可能知道 没办法 我只能报警 问我的同事 因为我有困难找警察嘛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一个小学生 他跑过来问我 他说 警察叔叔 我们老师说 在洋务运动时期 李鸿章 在外滩创办了轮船招商局 你知道这个轮船招商局 是哪一栋楼吧 我想你问就问 你干嘛还要考我 没办法 我只能随手揽下辆出租车 我说 师傅 你知不知道这个 轮船招商局 是哪一栋楼 那个师傅还没反应过来 我不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 我真没有喝酒 这个后来呢 我也是痛定思痛 这个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 我把外滩 万国建筑群的 这个地理位置 人文历史 我全都背了个遍 在上岗的时候 我信心满满 我就等着被人来问 人民英雄纪念塔 我往这里走 中国银行 往这里走 张柏阳父亲 为什么不拍呢 还有的游客过来问我 厕所在哪里 我说 你往前走 再左拐 再右转 那里就是 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 里面有厕所 那么外滩呢 大家知道 这个海纳百川嘛 对吧 也有很多的外国游客 通常呢 他们也会有一些 这个交通上的违法行为 那么我把他们拦下来之后啊 有些呢 就会假装听不懂中文 不管你和他说什么 他都是一句 Sorry I can't speak Chinese 巧了 本人以前学的就是英语 对啊 我就不紧不慢地和他说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road traffic safety Riding bike is not allowed on this road So now you will be fine If you have any problem you can ask me 哇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我的天啊 太好了嘛 啊这一跳下来啊 那个外国人马上就改口了 哎呦 对不起对不起 我把他说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那么在我执勤过程当中啊 也抓获过很多酒驾的驾驶员 啊 而且我发现啊 现在绝大多数酒驾的人 哎 都是我们年轻人 特别 是从夜店开出来的车 一抓一个准 因为你想啊 那些开去夜店的豪车 通常都只有两个位子 他要是叫了代驾 晚上就要一个人回家来 哈哈哈哈 啊 啊 所以啊这个 我这里建议大家啊 这个如果去夜店的话 尽量不要开跑车 特别是两个位子的 因为很有可能 最后晚上陪你回家的 是个代驾 哈 这可能就是你 开跑车的代驾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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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临时的协音 送给杨岚老师 哈哈 我已经拍了 啊 啊 好的好的 啊 这个 今天脱口秀呢 就先说到这里啊 最后啊 其实我从刚刚进门到现在 就有一个问题 一直憋到现在了 啊 这个 就是我想问问大家啊 门口那辆互威Q32是谁的车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我是交警黄晋 哎呀 太牛了 还有一些小法制内容在里面 哎 真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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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真棒 呃 李戴老师 我可不可以先说几句 我可不可以先说几句 你说 呃 啊 这个 都开车了 因为 对 经历 身份证检查一下 因为这个 这次真的是李戴老师 他邀请我来的 你就叫李戴就行 我紧张 我不配 叫李戴就行 真的是李戴老师 他叫我来 然后 我确实 自己其实也是很想尝试一下 但是却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呃 没有时间去准备那么多的稿件 去继续比下去 呃 所以我想呃 就不要浪费这样一个这么珍贵的 晋级名额了 别 哦 no 哎呃 哦 哦 哦 你看你们高兴的样子 黄色是放戏机你念我吗 呃 因为毕竟我还是要回归我的本职工作 等会儿录完影 我还是要回到外滩继续加班 他说这不是一个段子 这是真的事情 所以呃 但是但是但是呃 日后我相信 我一定会再找一个时间回到 脱口秀的舞台上呃 无论是线上或是线下 呃 呃继续分享我的故事给大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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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